错了错了你们都弄错了 其实买手机看的并不是性能参数 想要用的久无压力 那么这三年在挑选的时候才是重中之重 作为有着七年的二手手机批发经验 五年短视频经验的数码博主 首先小杨不建议大家买曲面屏手机 边缘经常发率也就算了 还容易误触影响游戏体验 而且且不说这个曲面屏的维修成本高不高 修起来真的是很有难度 所以现在不会还有人觉得 曲面屏就是高端的象征吧 第二点128G内存的我不买 因为当下256G的才是主流 而512G以上的才能占未来 你现在随便装个原神都是几十个G 128G的内存真的你就算不玩游戏 拍个照片也得不定期的删 手机还得像主动一样供着 你真的不难受吗 关键现在内存之间的差价也不大 就比如今天刚入库的这一批14PM 紫色的目前128G亮机在小人的报价45张 256G48张512G的话 50张左右 总之内存越大 差价也就越小 第三点没有长焦的我不选 如果说你是iPhone15 4000大级的手机 连个长焦都没有 那算什么高端旗舰 所以对于绝道度数人来说 长焦的使用频率其实并不高 但总不能没有对吧 所以想问问库克 这个牙膏有这么难挤吗 那么除了以上三点 如果说小杨有遗漏的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补充 谢谢大家